你干吗 干吗 要包 要包要包 哎呀 我们现在打算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床清掉 卖给哥哥姐姐他们 这个房间以后就给童童做那个玩玩耍的地方 这个客厅就是东西的比较多嘛 这里放了一个围栏就感觉空间特别小 就干脆把那个儿童房的床给清掉 到时候就把这个围栏什么都放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现在要把这个床垫和床都拆下来 这个床好像是比较好拆的那种 其实这个房间确实是不大 我感觉拿掉床也不是很大的 它这个还比较好拆 就是把这个螺丝都拆掉的话 就可以把它分成一块一块的了 爸爸把你的床卖掉了便宜卖掉了 加起来也可以了 有时候卖给就是自己的哥哥姐姐 因为他们家刚好需要一个床 就是一千五百块钱一起卖出去的 童童你是高兴是不是 高兴你有玩耍的地方了 就是那么多麻烦 到时候就是提前买一个新的吧 看一下这个床的话 其实就是我自己 我跟小龙哥两个人都觉得还蛮喜欢的 比较简约的那种 今天中午我们就在外面吃了这个螺丝 因为刚刚买了就没有在家里吃饭 很久没有吃这个螺丝粉了 今天吃的那个螺丝粉还蛮好吃的 很久没吃了 就是有一点点辣 因为我现在白天不喂奶了嘛 所以就可以吃一点点辣的 童童的话就是 只要我们每次吃饭 他就在那里老爸爸 真会挑时候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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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